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感谢神的恩典 让过去这两天有机会 来服侍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和睦同居 何等的好 在你们当中我们服侍得非常的喜乐 刚才听见诗班 献这么好听的诗歌 四个分布 现在很难听到了 和声的美 特别让我感动的 昨天我们在上课的期间 我是顺口一提 昨天我的生日 结果有的弟兄姊妹 就记在心里反复的思想 跑出去订了一个蛋糕 上面还写了字 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 第二个惊喜 我是觉得 居然有人愿意不听课 跑去搞蛋糕 开玩笑 这是表现弟兄姊妹的爱心 我们很感谢神 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 天父谢谢你 在下午的时间 你仍然在我们当中 赐福给我们 开我们的眼 扎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见主 你话语的奇妙 让我们看见人生的录像 让我们看见 主我们当如何行 谢谢主 你过去怎么样赐福 这个教会 赐福在这里的工人 求主你今后更加赐福 让他们利上加利 恩上加恩 彼此同心合以 兴望主你的福音 让你的名得高举 得荣耀 主要你在这个地方的祝福 胜过过往的日子 将一切荣耀可以归给你 祷告不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马可福音十四章一到九节 一开头 这个经文好像充满了杀气 因为说有祭司和文士 他们怎么样商议 要来除灭耶稣 可是接下来看 这一天呢 耶稣是被应邀到 这个伯大尼 一个叫西门的家里 作息 这就让我们看见 人面对耶稣的时候 往往有不同的反应 有的人非常的爱耶稣 要跟从耶稣 有的人却很恨恶耶稣 巴不得耶稣 远离他们的生活的境界 不要理他 有的人这样的爱耶稣 愿意甚至来为他摆上 而有的人却要想方设法 来除掉道成肉身 耶稣的性命 就在沿袭当中 出现了一个不比寻常的事 因为有一个女人出现 叫玛利亚 在当时的文化里面 男人聚集的时候 女人是不可以随意抛头露面的 所以这个女人的出现 就让大家觉得很惊讶 接下来玛利亚做的事情 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她当着众人的面 不顾众人的眼光 打碎了一个玉瓶 然后把玉瓶里的香膏 浇在耶稣的头上 这些人不但亲眼目睹了 这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而且他们马上就闻到了 哎呀 这个香膏 可不是一般的香膏 这是一个真纳达香膏 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当时只有波斯或者印度 才生产这样的香膏 那个香气远超过一般的香膏 因此它非常的昂贵 差不多一瓶可乐不到四分之三 就要当时的工人一年的工资 才能买得起 而在当时的文化风俗的里面 许多的人包括女子 她们就花了大钱 买了这么一瓶香膏 她们就好好的攒着 留着 等到有一天她们出嫁的时候 在洞房花竹叶 她们就打碎这个玉瓶的香膏 让这个香气充满了洞房 所以她和她们心爱的人 可以享受爱情的分香 还有这样的一个滋润 换句话说 这个玉瓶的香膏 不单是有高的经济的价值 在一个女子的心目当中 还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感情的价值 这个香膏是为着 所爱的人预备的 于是乎 当我们看见这个香膏被打碎了 他们闻到这个香气的同时 这本来是一件美事 却看见圣经里面 出现这样的字眼 说有门徒看见就不喜悦 当然约翰福音 直接指出 这个人带头的人就是 过不了几天出卖耶稣的犹打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这个香膏可以卖三十两银子 去周济穷人 犹大的话有两个重点 第一 玛利亚这样做很浪费 第二 你不要这么浪费 可以有更好的用途 把他卖了 换三十两银子 周济穷人 犹大表面的话 并没有表达他心中真正的意图 很可能犹大这个时候 心里面还有一句潜台词 没有说出来 他的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 你把这么贵重的香膏 膏在耶稣的头上 耶稣根本不配用这么贵的香膏 现如今我们都能够明白 犹大他整个人是为钱财活着的 他看重钱 他抹拜钱 他偷拿钱 他为钱效命 可以说他整个在他犹大的心目当中 上帝 他的上帝就是钱财 钱财就是他的上帝 当然我们说 一个人被造 原本人被造 本意就是应当敬拜 赞美荣耀造我们的上帝 当我们人是这样活着的时候 永远以神为乐的时候 我们就活出来 人被造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我们就得到满足 而当人以世界上其他的 看得见看不见的人事物 来替代上帝 来敬拜 抹拜我们心中的上帝的时候 当然 我们活不出来被造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也不会得到满足 实际上来讲 这就是一个很可惜的光景 但是你要知道犹大 为什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其实回过头来看 我个人相信 犹大这个时候 已经累积了很多对耶稣的不满和埋怨 因为他跟随耶稣三年多的时间 他可是亲眼见证到了 耶稣有一身的本事 他能够讲一句话 就瞎子看见 就在瘸腿行走 他能够用五个饼 两条鱼 向着天注谢 剥开 就能喂饱五千多人 他心里想 哎呀我们跟随耶稣真跟对了 将来吃香喝辣的 结果三年多 不但没有吃香喝辣的 跟随耶稣是风尘仆仆 一乡一阵 一乡一阵 传福音 医治人 照顾穷人 高顾小孩 哇 慢慢的这个犹大的心越来越凉啊 他想哎呦 我再跟随基督下去啊 跟随耶稣下去啊 没有前途啊 看起来耶稣毫无心思 把这个一生 可以赚取荣华富贵 过享受生活的本领 他几乎不想为自己谋徒各样的好处 别说了 真像耶稣说的 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我们这些人再跟随耶稣下去啊 没有前途 因此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犹大毫不犹豫 就去见祭司长 他把耶稣最后的剩余价值就给出卖了 卖了多少银子呢 正好三十两银子 这边玛利亚用三十两银子的价值的香膏 献给耶稣 这边犹大用三十两银子就把耶稣给出卖了 但是我们先想一想 如果真是好像犹大所建议的 把这个香膏变换了银钱 准备去周济穷人 这个钱啊 到了犹大这里再出去 肯定犹大要做一点手脚 我们现在的词叫commission 回扣 因为犹大经常这样干 然后呢 这个犹大的就会把这个钱花在自己的身上 实际上来讲啊 这才叫浪费 因为这些在犹大口袋里的钱财啊 随着他的主人犹大 不到五六天的时间 他就离开上吊自杀 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些钱财 没有什么永存的价值 就归其他的主人了 不再属于这个主人的手中的价值 那我就想 今天上帝也赐给你 我 在座的你 我有很多的资源 有给我们健康才干 有给我们金钱 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特别是给我们时间 如果我们把这些资源 都放在自己口袋里 都为自己用 越用越少 然后有一天 随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这些资源的主人离开了 他就没有什么永存的价值 但是 如果我们像玛利亚来学习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将从主那里 所领受的资源 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他拿来摆在耶稣的身上 完全的高在耶稣的身上 也许从人的角度来看 是浪费 但是因为他所摆上的 所给的 是这位永活的主耶稣 因此 永活的主耶稣 永远纪念 这个玛利亚 所为他摆上的 今天纪念 明天纪念 永远纪念 为什么 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 那么这么一来 玛利亚所摆上的 这些资源 就有了永恒的价值 因为他永远被主纪念 所以十四节 耶稣明白地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 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 这女人所做的 以为纪念 两千年前说 一千年前说 一百年前说 我们今天还说 是不是有永存的价值 那瓶香高已经两千年了 还被人述说 因为永活的主纪念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一般的世界上的朋友 不懂这个道理 他们哪里懂得会有 超过两千年以上的投资 那不可能的 但是属灵的儿女 你要懂啊 因为你我将来 都要进入永恒啊 我们都要为永恒而预备啊 今天我们在地上 如果能够出于真心 甘心乐意 出于爱主 出于逃出喜悦而摆上的 哪怕是一块钱两块钱 哪怕是一点资源 一天两天 你只要是为主摆上的 都具有永恒的价值 一位永活的主纪念他 而就在众人议论纷纷 想要难为这个女人的时候 主耶稣讲话了 主耶稣这样说的 由他吧 为什么难为他呢 因为他在我身上 做的是一件美事 哎呀 刚刚犹大说 玛利亚做的是一件 浪费的事情 这一回耶稣说 不不不不 这是一件美事 那么从这一件美事里面 有看见有三个重要的 宝贵的亮光 第一个 为什么是美事 耶稣自己说了 因为常有穷人 与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善 随时都可以 指示你们不常有我 耶稣讲的话 不是说他不赞成 我们去帮助穷人 其实他是鼓励我们 你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行善 要向穷人行善 有很多的机会 不过 你们不常有我 换句话说 这不是 要不要向穷人 行善的问题 这是一个机会的问题 因为到处都有 可怜的人 你可以帮助他 不过 倒成肉身的耶稣 再过两三天 他要去受文士和祭司的害 他要以无罪之身 要遇害 他要走上十字架 他的肉身 要被十字架所害 你要赶在他遇害之前 纪念他 这个机会 一去就不再来了 而玛利亚 却在这个juncture 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他做了这件美事 他来用膏 来纪念耶稣 他把握住了机会 那就是美事 那接下来我有个问题 我想你也可能想到 那这么许多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包括耶稣的门徒 一天到晚跟耶稣在一起 那不止多少人 而且耶稣已经不止一次 公开的私底下的 说他要被文士 祭司长受害 他要前往耶路撒冷等等 而人只要从地上被举起来 他们都知道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听到 只有玛利亚抓住这个机会呢 哦 这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真理 原来在很多听过 耶稣讲的话的人里面 在这个时候 只有玛利亚 把耶稣讲过的话当真了 只有玛利亚 相信耶稣讲的 这必要成就 也只有玛利亚 打从心里面 很关心 耶稣将要死这件事情 你一定记得 耶稣曾经到 马大马利亚家做客 那一天 马大在忙碌 玛利亚一个人坐在耶稣脚前 听到 玛大跑来 向耶稣抱怨他的妹妹 但是耶稣对玛大说这样的话 说玛利亚 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被夺去的 为什么玛利亚这样选择 因为他看清静神 听耶稣讲话 何等宝贝 这是他蒙上好福分的原因 还不止如此 我个人以为 就是在那一回 他坐在耶稣脚前 听到的时候 突然听见耶稣提到 他将要受死的事情 我相信玛利亚心里面 一定有很多的翻腾 这么好的耶稣 谁要害死他 为什么他要死 我们不能阻止这件事情吗 我能做些什么吗 而当他听到耶稣 再次来到玛大尼的时候 这件事情在他里面 翻腾了一段的时间 他说这也许就是那个时刻 我不能再等待 于是他就抓紧了时间 回到家里 带上为自己预备的 那一个很珍贵的 是为自己爱的人所预备的 很高价值的 这个香膏来 不顾众人的眼光 将玉瓶打碎 为耶稣高尚 这里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不晓得你注意到没有 不顾众人的眼光 我以前在幕会的时候 经常有国内来探亲的 我那个时候要称伯父伯母 现在我年纪大了 就是大哥大姐 跟他传福音 大哥大姐说 哎呀福音真好 信耶稣真好 我说那你信了吧 不能 我说为什么不能信 他说你不知道 我们信了耶稣 回到单位 回到那个左邻右社会 怎么看我们呢 对不对 你到美国就沦陷了 所以我们不能信 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不顾众人的眼光 我突然就明白了 原来一个人要得上好的福分 不但是你要听到 那个上好的福分 而且你为了要得到 这个上好的福分 你要不顾众人的眼光 因为众人的眼光 可以让你失去 与真正的福分 失之交配 他看中左邻右社 看中单位 对他的眼光 他就把这个上好的福分 就放弃了 一个要得到上好的福分的人 有的时候要不顾众人的眼光 意味着你要付上代价 我很感动 有的人在传讲福音的时候 好像圣经也有这样的道理 当你一个买卖人 看见一个好珠子的时候 他就不计代价 变卖所有的 为要得着的珠子 所以我们今天跟木道的朋友 谈福音 求神帮助我们 能把福音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让人看见 哇 这是一个好珠子 这是一个人蒙福之道 这是一个人灵魂得救 唯一的途径 我打破头 我都要得到 这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 这是我们弟兄姊妹的责任 有的时候我们把福音传得 人家说 信吧 反正给你点面子 这也提醒我们 我们听耶稣讲的话 不能只是选择信的听 要像玛利亚一样 把耶稣讲的每一句话都当真 因为耶稣讲的每一句话 都要成就 我们要向玛利亚学习 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替这位为我们去死的主耶稣 摆上我们的心意 同时我也提醒在座 还没有认识 相信耶稣基督 做你个人救主的朋友 向玛利亚来学习吧 把握机会很重要 有一天耶稣必要按照他的应许 再次来到这个地上 到时候你我属不属于他 就很关键了 要真的相信他 要把握住 神还给你的机会 前两个礼拜 我们突然收到一个消息 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 这个姊妹非常爱主 她的弟兄不信主 有很好的学业的成就 大学教授 提早退休 本来想说可以好好地享受 他退休的生活 也还算年轻 没想到几个礼拜以前 突然就昏倒 送到医院 去昏迷 不到两个礼拜就离开这个世界 之前好多教会弟兄姊妹 跟他传福音 他都不信 他可能以为他还有大把的时间 他可能他可以 好像有的人想 我等到临终这个时刻 我再来信耶稣 既捞的世界 又上了天堂 多好 你算盘打得太好了 你认为这是很上算 其实你亏大了 因为你把你的信心 建立在一个很不稳当的基础上 我特别能够想象 当他躺在病床上 什么都意识不有的时候 人还活着的时候 已经不能够思考的时候 你传福音给他 他听不进去 他没有办法回应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还在目到的朋友 要把握机会 第二 我们说玛利亚的福分 还有把握机会 还表现在一个地方 我们看耶稣讲的话 耶稣说 他是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预先交在我的身上 这个预先两个字 很有讲究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犹太人 殡葬的这个规矩 用香膏涂抹尸体 然后用细麻布 一层一层的 涂抹香膏细麻布 涂抹香细麻布 就好像裹着个木乃伊一样 但是耶稣说 他是为我安葬的事 预先 似乎也是在暗示 他不会像普通的人一样过世 会有一个很隆重的安葬礼 他是会被当作罪犯处死 这个罪犯处死 哪有可能有隆重的葬礼呢 按照你们国内的说 反革命 谁敢去收尸啊 事情果然如此 要不是财主约瑟 他是三合林的一个 德高望重的人 还有加上做官的尼哥迪姆 两个人去见比拉多 当时的罗马巡抚 比拉多一听说 耶稣定十字架 六个小时就死了 很诧异 这个不是会行神迹的耶稣吗 那肯定熬个两三天才死啊 拿六个小就死 赶快把行刑的百夫长叫来 真死了吗 百夫长说 真死了 我们把旁边两个强盗的腿都打断了 确定他们断气了 到了耶稣 我们拿枪刺他的肋旁 一勾马上有水 好像血流出来 那是一定死了 接下来这两个人求耶稣的尸体 比拉多马上顺水人情 反正这个尸体是没有什么用 给你给你 这两个人一听了 马上准备一些很简单的香料 把耶稣的身体从石材上取下来 就赶紧送进 马太约瑟为自己预备的坟墓 因为时间很紧迫 马上就到安息日 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 所以他们必须赶在安息日之前 赶紧地把耶稣送进坟墓 这个时候有几个妇女 看着他们把耶稣葬在哪里 因为他们心里面痛 这么好的耶稣居然被你们钉死了 我们又没有办法好好地安葬他 所以他们于心不忍 他们圣经告诉我们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路加福音23章56节 他们就回去 怎么样 预备香料香膏 他们心里想什么呢 等到七日的头一日 我们再去好好地高我们所爱的耶稣 所以七日的天日 这些妇女拿着香料香膏 走到坟墓面前 一看 坟墓的石头已经滚开了 我们想要高耶稣的尸体 天使说他已经从尸里复活了 哇 这个套句扬州土话 耶稣已经没单了 已经没了 你想要高耶稣 耶稣已经没得给你高了 对不对 在这里我们就学习到一件事情 救主耶稣基督 在地上倒成肉身 只有一次被高 而且这一次的高膜 是为他安葬所高立的 其他的君王被高立了 就登上荣耀的宝座 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 登上荣耀的宝座 是先去死 透过他的死 而登上他的宝座 所以这位受难的羔羊 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君王 他是透过死 而走上荣耀的宝座 在这里我们学到了 从这些妇女我们学到了 如果有人想要服侍主 你要把握机会 如果有人爱主 你想献上香膏 你今天就献上 如果有人想要纪念主 对你的恩情 你今天就表达 就在耶稣再来之前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很多人已经错过这个机会了 他们带着香料 香膏 莫德拉 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 你还有机会 我还有机会 献上你的香膏吧 献上你的恩 对耶稣恩情的爱的回应吧 不要等待 不要等候 因为机会一去 就不再来 在我们前面的很多 先圣先贤 我们看汪明道 我们看那些 为主忍受监狱的刑罚 忍受家破人亡的 这些先圣先贤 他们都是把握住机会 在那个逼迫的年代 在那个被十字架 走载路的年代 他们义不容辞 毫不犹豫地走上那样的道路 有的家破人亡 有的人老死在监狱 有的人下放 死在一个 没有人纪念的地方 那些宣教士 远渡从阳到中国 埋在贵州的深山老林 那些当地的人 连他信什么都叫不出来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文化 没有人纪念这是谁 因为叫不出名字 但是我相信 天上的主知道他们是谁 因为他们为主摆上的 永远被主纪念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们把握住了机会 我们要不要把握住机会 其次 为什么说玛利亚做的是一件美事 圣经耶稣说 玛利亚是尽他所能的 没有一件美事 没有一件美的 不是尽其所能的 玛利亚的确是尽他所能 敢在耶稣受难之前 预先把这个香膏 毫无保留地 交在耶稣的身上 为他安葬所用 在玛利亚的价值系统里面 in her value system 那个价值判断里面 在他的人生的天平里面 这位主比一切都重要 他很在乎 很看重这位荣耀的主 没有任何的人事物 配夺趣 主在他心中的地位 他尽其所能 不怕人的为难 把自己最珍贵的礼物拿来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场景 哇 耶稣来了 我要去告他 哎呦 拿成醋了 绝对不会 因为珍贵的香膏 不会跟醋放在一起 一定是一层一层包裹的 放在很隐蔽的地方 哦 那是他珍贵的 他拿来 把他倒在主的头上和脚上 玛利亚的尽其所能 还表现在 他愿意把最好的给耶稣献上 我们经常唱诗歌 所有权献上 但是I bet 我跟你保证 每次唱这个诗歌的时候 披甲打开 不会有人把全部的钱都献上的 哦 有一百的 跳过 五十跳过 有两块 还自己美其名 学寡妇的两个小钱 当然你不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说 前一阵中我听到一个 传统人讲他的 奉献的这个见证 很受感动 他说呢 他说我们奉献的时候呢 常常自以为是奉献 其实是施舍 那个不叫奉献 好像我们经过一个人 看见一个乞丐 我们把皮甲拿来 给他两块钱 这个两块钱 我们不在乎的 你拿去就拿去了 我就当没这个钱 我不在乎的 但是你不会遇到 一个乞丐的时候 看见有人信用卡 来 给你 这个银行的bank 这个存折给你 房产给你 不会的 因为这个东西 是我在乎的 我们给的 都是我们不在乎的 当我们把不在乎的 给出去 就不叫奉献 那叫施舍 主耶稣要的 常常是我们在乎的 为什么 因为他把他最在乎的 给了我们 我想请问你 在玛利亚的心目当中 他知不知道手中的 真纳达香中 香膏是很珍贵的 他当然知道 就是因为他知道 所以他要保证 耶稣拿到最好 最珍贵的 但是我们呢 我们常常是 哎呀 我知道 这个是最珍贵最宝贵的 所以呢 我们舍不得献给耶稣 讲到这里很惭愧 我想到我儿子 在读大学 要选大学科系的时候 那高中毕业嘛 有一天呢 他就跟那个师母 就讲了 我现在要选择将来的专业 当然不排除 如果神呼召我 我也愿意去读神学奉献 那天的师母就把这个话 传给我了 我老实告诉你 我听了这个话以后 心情非常不好 我想说我奉献就奉献了 很苦啊 传道人 你问洪牧师就知道 也许他不苦 因为你们太爱他了 他就不苦了 那我说我奉献就奉献了 我的儿子就别奉献了 他可以有优秀的前途 前程啊 对不对 他做什么不好 传道人干嘛 我就放在心里面 有点不太愉快 见天到了礼拜三 我们有个祷告会 我们在一个姐妹家祷告 大概有十几个人 然后呢 那一天呢 这个家里的主人 这个姐妹祷告 很奇怪 先前她从来没有这样祷告 以后我也没注意到 她这样祷告 那天她突然就冒出一句话 她说主啊 你把你的儿子都给我们舍了 我们有什么不能给你的呢 我一听 哎哟 他好像在讲我 哇 那天那个话 就像个刀插进我的心里 我说我就不讲话 回来的路上 我就很多的光照 主好像对我说 你有儿子 我也有儿子 你爱你的儿子 我更爱我的儿子 但是 我把我的爱的儿子 为你舍了 你怎么样 我就在这个思想的 意念的当中 我就完全臣服了 我说主啊 如果你呼召他奉献 我愿意完全地献上 不是因为别的 因为你已经这样为我做了 讲起来是蛮惭愧的 一个传道人 但是我又跟你 很敞开地分享 从这个里面我就看见 我们常常舍不得给主 因为 我们不在乎的 我们给主舍得的 我们经常到国内去 神学院培训 那些神学生 我们经常想 第一天认识他们 请你来告诉我 你为什么读神学 然后起来 我的书读不好 妈就叫我来读神学 我们过去真的是这样的 三个孩子 老大老二很优秀 这个老三读书读不好 那是奉献 奉献给神吧 那个优秀的不奉献的 弟兄们不要笑 真是这样 这么多年 我们中国教会 还是这样 我们把那个比较刺的 缠的 当然神也可以做 奇妙的工作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你明白 什么是你最珍贵 舍不得的 我告诉你 就是你我手上的今天 有的人说 主啊 我愿意把明天献给你 你不要献明天 你怎么知道 你还有明天 对不起 我不是咒诅你 不是咒诅你 因为做传道人 我们看得太多了 今天晚上睡下去 不一定保证明天起得来 所以你不要献明天 有的人说 主啊 我退休以后就献给你 你怎么能保证 就像刚才讲的教授 刚退休就走了 有的人说 主啊 我把昨天 你昨天也别献 都已经过去了 白搭了 就只有今天 因为今天你可以做这个 今天你可以做那个 你可以选择 这样来用你的今天 你可以选择 那样来用你的今天 其实还不要说 我们献上一生 就是今天 在你我的手里 你愿意给自己用 还是愿意为主用 今天献给主 这是我们最宝贵的 往往也是我们最舍不得的 我们把那个明天 说不定的主要献给你 我们把那个说不准的 退休以后献给你 但是主说今天呢 今天你愿不愿意献给主呢 我们舍不得 因为今天就在我的手里 今天为主活 意味着 我在今天好好尽好 我人生的本分 我是个学生 我好好的读书 我在为主活 我做工作的 好好的做工作 我是为主活 我在家里做家事 我洗碗 我洗得漂漂亮亮 你看这个碗 洗得多漂亮 我是为主活 今天为主活 也意味着 我今天活着 就是为了让主高兴 我们这两天的主题 我活着就是为了满足主的心意 不是为了满足我的心意 那我就今天就为主活了 好让天上的父说 哎呀 这个 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 今天在这么困难的处境 别人骂她 她居然还为她祷告 我的好女儿 我的儿子真好 别人都收红包 今天在办公室里面 她延迟地拒绝 我的好儿子 哎呀 在温哥华 在工厂 在办公室 在你的家里 在你的厨房 在夫妻两个要吵架的时候 有没有那一个属神的儿女 在为她活 在那一天 在那个时刻 在那个选择的里面 在那个环境的回应的里面 他们让天上的父高兴 那就是为主活 不是高研大志 不是经常我们是 你拜天为主活 唱诗的人说 最属灵 然后呢 一离开的房间 就为自己活了 求神怜悯我们 为主活意味着 你心中所思所挂念的 就是上帝的国度 上帝的义 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今天满脑子想的 都是我的国 我的义 我的小天地 我的房 我的车 我的家庭 不是说这些不重要 求主打开我们 为主活的一个属灵的真意 那个真正的 常常挂念 神的国 神的义 神的家 神的义 我知道在这个 湾区被没有的世代 原本应当坚守 追求圣洁 追求上帝公义 做见证的教会 很多的教会 已经偏离这样的道路 神的义 不能彰显在一个 原本应当圣洁的地方 有很多的教会 已经变得像贼窝一样 那个贼窝就是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我们在这里 分赃非常的快乐 我们给自己一个 属灵的口号 我们是和睦同居 我们合一 我们从来不吵架 当然 因为那是一个 分赃的地方 越来越少的教会 坚守主的道 坚决 鼓励弟兄姊妹 追求圣洁 所以你们刚才唱诗 我要追求圣洁 在我的心 我心里很感动 这样的教会太少了 求主继续加添你们能力 在这里为主做明光照耀 我常常勉励弟兄姊妹和自己 为了那日 活好今日 为了永生 活好今生 你知道那一天必要来临 那一天我们是羞羞残残的面对主 还是挺身昂首的来得主的夸赞 再也没有弥补的机会 再也没有重考的机会 再也没有将功赎罪的机会 再也没有历史重演的机会 那一天来的时候就是板上钉钉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了那一天 好不好我们活好今天 我常常看见很多的年轻人 在我们当中 我替你们高兴 因为你们有比我们这些 稍微有点年纪的 有更多大把的时间 在那一个每一个一天的里面 讨主的喜悦 让天上的父高兴 为了那一天 你活好今天 为了永生 你活好今生 因为你要做一个预备进入永恒的人 所有的今天的决定 都要想到永恒 不要目光短浅 只看见今生今世 摸得着看得着的一房两厅 哎呀我的妈 你知道永恒的住处多么的美吗 按照当时的风俗 玛利亚的尽其所能 表现在她的打碎玉瓶上 因为那一天 似乎看起来 玛利亚没有任何的打算 带剩下的香膏回家 她要确定 耶稣所有的都留给耶稣 这就表明 在玛利亚的心中 她跟犹大想得截然不同 犹大说 这么浪费的事 玛利亚心中深信 耶稣配得这一切 所以她要竭尽所能 不顾众人的眼光 她要告 她要保证耶稣得到这一切 按照当时的习俗 香膏给死人涂抹之后 这个橙香膏的瓶子已经打碎了 就把碎片 撒在这个尸体的周围 意味着 这个橙香膏的这个瓶子 再也不能橙任何的香膏 给任何其他的人了 It's inclusive 专属于这位 他们要honor的使者 玛利亚打碎玉瓶的动作 正是表明 在她的心目当中 耶稣是唯一 独一无二的 这瓶香膏 我的香膏 给了耶稣 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 可以给其他的人了 今天就叫做极其所能 我们这个人若是献给耶稣 就再也没有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 可以让我们献上了 我们既然跟随了耶稣 就再也不回头了 我们既然走上了这条载路 就勇往直前 不再浮离向后看了 耶稣基督从这个黑暗堕落 没有盼望的世界 呼召的正是这一班人 他们分别为圣 他们专属于主 他们专为主 他们专为主而活 逃主喜悦 再也不回头 你是其中的人吗 耶稣基督正要呼召这样的人 你说玛利亚是不是癫狂 也许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但是你知道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让玛利亚整个价值观翻转 因为就在那一天 玛利亚带着香膏 冲进点席的时候 他经过了旁边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兄弟 拉撒路 这个兄弟拉撒路是他心里所爱的人 但是不久以前 拉撒路病重 快要死 这场病来得这么突然 这场病来得这么让人措手不及 玛利亚他们赶紧给耶稣发短信 微信 说 你所爱的人病了 还加上你所爱的 意思是说你赶快来啊 这不是一般人 这是你所爱的人 病了 赶快来 耶稣把这个短信看了以后 灭了 故意担言两天 所以等到耶稣赶到 玛大和玛利亚家的时候 哎呀 这个时间已经延迟了 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 如果死一天 两天 还有救 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 一个人死了三天才正式宣布完全死亡 不像我们现在 但是耶稣单言到现在已经死了四天了 意味着什么 死透了 所以当耶稣说 我要去坟墓看拉撒路 玛利亚说别去 他已经发臭了 所以他们一见耶稣就是主啊 这个时候才来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你不能说他没有信心 他有信心呢 他说如果主 你早四天前来这里 我兄弟一定不死 换句话说 他们不是对耶稣没有信心 但是他们的信心 是耶稣必须在这个时候 这个地点才能做主 才是主 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历史的进展已经不能逆转了 但是他忘记 耶稣是改写历史的主 那一天 那天耶稣让玛利亚惊了一件 他想都没有想过的事 他们来到坟墓的面前 耶稣向着天祝导 然后对着坟墓说 拉撒路出来 顶好耶稣这样喊 如果耶稣说 拉撒路不喊 出来 很多都出来了 出来一大堆 耶 拉撒路出来 耶稣让已经死透了的 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当拉撒路死的时候 玛利亚的心也死了 我所爱的人走了 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玛利亚的心整个改变了 耶稣为玛利亚做了一件极大的事 是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为他做的 因为这样的经历 就翻转了玛利亚的价值观 他像他这样一个人 你说说 让一个死人复活 你认为应该是什么价钱 如果苏世比拍卖 下一个标号 让死人复活 比尔盖茨马上举牌 对不对 马云马上举牌 香膏的价值没有改变 还是三十两 但是与耶稣基督赐给玛利亚 这个死里复活的 这个礼物相比较起来 这个香膏算得了什么呢 太值得打碎了 因为耶稣完全配得这一切 你我懂这个道理吗 事实上每一个在座 真正重生得救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蒙了耶稣莫大的恩典 我们是一个灵魂在死亡和罪恶权势底下 没有盼望的人 我们一生下来就奔向永远的灭亡 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为我们完成救赎 食心换肉心 圣灵内住把我们从那个道路里扭转过来 我们的命都是他给的 我们的生命宝贵不宝贵 灵魂宝贵不宝贵不宝贵不宝贵很宝贵 但是以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的事看起来 我这一个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 被死里复活生命的人 配不配为他活 配 耶稣基督配不配我们的赞美 配 配不配我们的称颂 配 配不配我们的服事 配 配不配我们的奉献 配 配不配我全家摆上 配 耶稣配得 我们的奉献不是施舍 好像我给耶稣面子 给红牧师面子 不 不 你若真明白 耶稣基督为你我摆上的台价 你就会说 主啊 You are worthy 你配得 服事会有心酸 会有眼泪 为主活要付台价 走十驾的载路 会有很多人的讥讽和眼光 这条道路不容易 我的丈夫 不按照神的心意 我还要按照神的心意 我不容易 家里有难处 不容易 儿女有难处 不容易 但是主啊 我要为你活 因为你配得 你为我 我为你活 求上帝 来怜悯我们 今天上帝仍然期待 许许多多人 从四面八方来 他们的价值观和动机 都是被主翻转过的人 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 原来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真正认识到 主给自己是何等样的恩典 他们感激 他们爱主 他们看见主的价值 他们不顾众人的眼光 他们把握住每一个今天 打碎自己 为自己预备的玉品 毫无保留 尽其所能 将最有价值的 他们的今天 奉献给主 犹大和世界上的人说 他不配 他们对他说 不 耶稣配得我这一切 请我们低头祷告 福音是什么 福音就是 祝耶稣怎么样爱 我这样的罪人 好像我们所唱的诗歌 使我不要忘记 可惜玛尼 我们不要忘记 主在那个 经历施加苦难 所受的agony 不要让我忘记 让我 向玛利亚学习 把握住机会 尽其所能 将我们最宝贵的今天 献给主 让我们也这样活 让我们也 因为主已经把最好的 他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舍了 我们有什么 不能为主献上呢 主啊赦免我们的亏欠 我们在过去的年月 很多时候 都没有为主活 我们都为自己活 我们都为我们自己的国度 我们自己的义 我们自己的面子 我们自己的光荣 我们的荣耀 我们的享受 我们的眼目的情欲 我们为他 为这个活 为那个活 偏偏不为你活 主啊 你赦免我们 让我们在还有的机会里面 我们为主活 单单逃出喜悦 今天在我们众人 低头闭幕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说 主啊 是的 你配我为你活 我这个命是你 就是回来的 不但有一天 我们的灵魂死里复活 你还要赐给我们 一个全新的身体 让我们真正的经历 出食入生 主啊 你太美 你太好 你太宝贵 我为你活 你有这样的感动 神会帮助你 圣灵会帮助你 在余下的年月 为主活 你有这样的感动 你也举起你的手来 我们一起为主 你祷告 感谢主 请放下 感谢主 请放下 感谢主 请放下 还有没有 这是特权 主已经把儿子为你舍 你有什么 舍不得给他 感谢主 请放下 感谢主 我为你们祷告 感谢主 亲爱主 我感谢你 做你自己的道 来砸好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见我们 多荒废过去的年日 主 谢谢你还给我们 这些弟兄姊妹机会 也给他们这样一个心愿 圣灵啊 你来帮助他们 帮助我 每天为你而活 趁着还有的机会 为主而活 掏住的喜悦 为了那日 活好今日 为了永生 活好今生 愿主 在我们的身上 得到永远的满足 和荣耀 一切荣耀可以归给主 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名 Amen